我现在在的位子是成都市西伯城 那么今天2024年中国雅谷产业发展大会在这里举行 自2017年以来 中国雅谷产业发展大会已经走过7年 那么今年有哪些新的看点 与以往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那么2024年中国雅谷产业大会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不少与会嘉宾用了三个词 办会的规模更大了 签约的项目更多了 办会的形式更新了 首先看办会规模更大 工作人员告诉我 本次大会有院士专家、企业代表、行业协会、资本金融、地方政府等各界人士500人参加 其次看签约项目更多 本次大会自洋高新区和北京银小美等16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从数量上看较2023年增加了25% 从产业上看又涉及角质器、重植体、口腔手术器械等多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大会还颁发了2024年度中国雅谷杯优秀研究生论文奖状和优秀研究生论文指导老师奖状 那么本次大会将给中国雅谷或者说是资养带来哪些影响呢 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两个词 一座桥一扇门 一座桥是一座连通之桥 资养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2017年4月 第一届中国雅谷国际峰会正式举行 博恩登特、爱奇科技等首批企业入驻中国雅谷 目前中国雅谷已经累计签约入驻口腔企业115个 一扇门是一扇穿越之门 不少与会的企业家代表人都提到 在大会上会接了不少行业内的优势资源 尤其是一些专家智库的建立 有助于攻克科技研发等关键技术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已经有258个雅谷造产品 从这里走向市场